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免疫力跟过敏之间又怎么样 过敏严重的话 有的还是会呼吸道感染什么的 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密闭空间 你会突然发觉空气怪怪的 然后就不停地打喷嚏 出了那个空间之后好像又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等一下我要为观众来解答 那今天你有笑话吗 今天没有 今天我个人收敛一点 帮一个乖学生仔细听老师家 这不是笑话 那你有笑话吗 我也没有什么笑话 所以我刚刚的笑话都骗了大家 刚刚就是我的笑话 所以我老闆都笑了 不是 因为安德哥 准备于无形 不是 因为安德哥昨天 那个圣洁石石头已经打到脚了 今天石头尿光了 对 今天小孩无法准备笑话 好 我们来看到 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来宾 保健室主人潘怀宗潘博士 大家好 五年九班洪素卿 素卿大家好 五年九班陈安怡 大家好 以及五年五班刘俊耀 大家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的就是说 如果要讲到这个乐观的话 你怎么会有个随堂考要考吗 对 一定要考随堂考 我们先来考 一开始就考试希望大家要乖乖一点 其实大家都念过免疫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要先来随堂考 来进一下小片堂 是 朋友在前面也是可以来做一做 一起来做测验 就知道你的免疫力到底状况如何 然后我们再逐一的请我们的老师为大家来解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 这几位考生理好棒哦 我都不用考 小漏了你 好奇怪哦 但没关系 应该是板子不够的关系 我太宽了 我来带大家本节目来考 好啦 你大家注意哦 就是说如果你有的话呢 你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是得分的嘛 对 得分 那如果你没有你就是零分 那总之我们先卸一个大方向 就是说你的分数越高是越不好的 是 免疫力越不好 对 大家有这个准备 第一个 你有没有时间运动 没有 好的 你一分 来 苏青呢 没有 没有 俊耀呢 我有时间 你有什么时间 因为我把运动当成是我事业的一部分 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运动 大概有时候是下午 有时候是早上 你是哪一种 真的有安排时间就对了 他问我是哪一种运动 晚上有晚上的运动 白鹰有白鹰的运动 阿姨 你有没有时间运动 我没有 我也很常运动 可是我有 我也要讲 你有运动 而且我游泳 我现在一天要游 我今天没有去啦 我今天做室内的 做一些体操 我平常要去游泳 我就待游一个小时 50分钟后来一个小时 哇 标准 那我问老师 做运动跟免疫力有关吗 是运动一直运动 免疫力越好是不是 是 是 因为我们的这个 就像我们的警察有没有 你会发现你们家 招小偷拖或什么 你会要警察加强巡逻 是 有没有 加强巡逻其实就是会让治安变好嘛 那免疫力就是也是让治安变好 就是说呢 你如果能够加强巡逻 运动它 血液循环好的话 他就可以把很多 平常不太巡逻到的地方 把他巡逻巡逻那些坏蛋 都会把他抓起来 那我怎么看到一个资料说 运动过度反而也会造成 免疫力的降低 那当然 过度到什么地步 他所谓的过度呢 在我们讲的过度 通常都是指心脏血管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肺功能 因为每一个人的过度的定义不同 因为如果说你有心脏病 或者是你有高血压 或者你有半膜缺损的情况之下 我们最常见的有半膜必所不全嘛 假如我们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专门做一集这个 那这个时候你运动太多的时候呢 他的心脏就会 因为你血打不出去或者有问题 他就会开始有问题 那有问题以后呢 那其实血液循环不出去 当然整个整体的免疫力都会下降 适度的运动 然后不要说熬夜喝酒 又没有力气以后又去运动 那会猝死 那就会猝死 另外一种就是 他们有一个研究 以前在讲是无氧运动 就说有些人比如说 他们就研究说像NBA的球员 他们在球技期间 反而更容易感冒或生病 你就发现因为他们的运动是一种非常激烈的 甚至无氧的 它是一种间歇性的 它跟我们推畅的希望你是一个有氧的 是一个持续性的 那个不是很一样 所以他们会推进说像我们一般民众 你就像甲晴姐是最好的 就是你一个有氧的持续性的 耗能的运动 而且要养成这个习惯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我昨天发现我又瘦了一公斤 我今天就不敢去运动 我怕猝死啊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今天 那我就做点室内的仰卧起座 就可以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累的时候就不要去 那另外我再多讲一句话就是 有氧跟无氧 大家做一个定义的了解 因为有些人都不太了解什么叫有氧无氧 有氧无氧是对肌肉而言 不是对你的身体而言 因为你无氧就死掉了 所以你现在有氧无氧要想是在肌肉的部分 我以为游泳是无氧 因为我们都闷在那里 不是吧 所以我就知道很多人不懂 我估计 那有氧是 好 有氧无氧是肌肉先把这个搞清楚 所以你永远都在吸氧气 没有任何一刻停止吸收氧气 所以脑袋不会死掉 但是肌肉来讲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在短时间之内 非常爆发力的动的话 因为我血流冲不过去 就是我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 把氧气带过去 那这个时候肌肉就收不到氧气 那收不到氧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另外一种燃烧的方式 叫无氧燃烧 我想你大概都听过这种情况 就无氧燃烧的情况来提供肌肉的养分 那个葡萄糖去燃烧 但是这时候提供的养分的这个效率 比起有氧气的效率来的差很多 也就是说我这个燃烧不完全 所以我能够烧到的能量很少 同时产生的废弃物 像乳酸堆积也速度比较快 所以因此你在短时间做很大的 一个爆发力充斥的时候 这个肌肉也比较容易酸痛 也是乳酸堆积的原因 所以就不好了 但是这个就不好 因为你在爆发力充的时候 第一无法持久 因为你绝对跑不久 然后第二就是肌肉缺氧 造成肌肉酸痛 肌肉拉伤 甚至更多的情况 可能会造成心脏血管的附和 因为心脏血管血液打不过去的时候 肌肉会一直打电话来 就一直狂抠心脏 说你搞什么玩意儿 我的氧气都不来 我们都撑不住了 那他就猛打 可是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 肌肉又收缩 肌肉一收缩 血管其实灌不过去 因为你越紧的地方血越灌不过去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能久 你大概就冲一阵子就要停 所以举例子来讲 跑步慢跑就是有氧 是不是 然后一百公尺冲氏就是无氧 你讲太好 游泳的话碟氏就是无氧 我慢慢游蛙氏 在店家聊聊天就是无氧 所以其实今天我想我们是很不错的 就是说在节目中把这有氧无氧区分 否则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健身房不是有推那种吃到饱的吗 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就是一天去运动三次 每一次三个小时 太长了 一次三次 一次三个小时 而且他三个小时 他说他的运动就那种快走 他就想吃到饱 吃到饱 所以他过量的运动 后来他身体状况就不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去学那个国标舞的时候 那个国标舞的老师 他们要参加比赛的时候 一练了12个小时 一天为了练那个姿势 结果后来身体也不好了 然后他们的膝盖会受伤 或者什么免疫力下降 都是很明显的 运动过量 所以这个比较过量 可是像各位这样子 如果说都没有运动也不实 稍微要动一下 好 知道了 还有冬天常常觉得手脚冰冷 你会吗 不会 你不会 那肃清会不会手脚冰冷 不会嘛 胖的人通常都不会 俊耀吗 我当然胖就不会 你长大胖 然后安姨会吗 手脚冰冷 有时候跟女生也有关 也不见得是 我有啊 不是很常 不算很常 不算很常 算不会啦 算不会 你不会因为安德哥讲说 胖的人手脚不冰冷 对啊 对啊 我现在打死四个人 我冬天的时候 我讲 我冬天的时候 我太太的手脚冰冷的时候 她都是放在我的身上 到处放 大腿中间 所以手脚冰冷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如果大家知道 循环不好啊 循环不好吗 循环不好 对 因为我们的 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身体 能够要烧能量的话 必须要有氧气过来 那当然也要有氧分 所以血液的供给呢 主要是提供我们葡萄糖跟氧气 只要葡萄糖到了以后呢 氧气再到 它就一把熊熊烈火 它就可以烧出非常多的能量 所以通常来讲呢 它这个 通常出现在女性 身材瘦小 那么通常她的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造成她的手脚冰冷 那这时候解决的方式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使用运动 如果你能够甩手 把血液往手方向甩 它就会逐渐变热 那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 活血化衣 通血的药 比如说像当归 像人参 这种就容易补气啊 行血 所以通常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要这样做 也有人用泡脚的啦 所以说 也表示她的免疫力 也就比较差 就我刚刚讲的 她的血液只要到不了的话呢 警察就巡逻不到 巡逻不到的话呢 中间就会出问题 那再来看到 你常常有没有为了小事 心神不宁啊 没有 我是大人发痴的 肃轻忽患 我神经很大条 这个我也不会 我神经这么大条 睡得很胖 其实安德哥就说 胖的人神经是多 我也是神经大条 我也是神经大条 你一年至少有四次感冒 这个我有 有耶 没有 你没有那么多次 那三次吧 我没有 没有 然后俊耀有没有 我可能四年感冒一次 你平常不太喝水吗 没有 我平常不太喝水 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 大家都尽量要多喝水 可见了这个就知道 要多喝水是可以帮助免疫力 为什么多喝水 你看不配好啊 不是 她因为喝水之后呢 她可以让新陈代谢能够持续 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水分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吸收那些排出去的血 再把它重吸回来 那另外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 它巡逻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水分少的时候呢 就像河流干枯了 河流干枯了 你认为它冲到末梢的机会会高吗 有没有到了那个枯水期 你看到那个到最后那都是干的了 是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点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就大家可能都很难过关了 必须熬夜 没有办法充足睡眠吗 对 好 那你有没有 对 我有 好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 有一 俊耀之外 俊耀之外 其他都有一班 我重复是睡眠 好 那你的生活超窄 社交关系不活跃吗 不会 都不会 会 我觉得这个不够诚实吧 最近有 最近真的比较 窄一点 我最近很窄 她老婆罚她不准处 最近半年真的我很窄 不是 然后那个酒店在她家开 所以她变窄了 那你 电视话 你算不宅 没有很窄 所以俊耀好 那我相信你啊 0.5分好不好 好 0.5 这样比较中肯一点 0.5分 中肯一点 对 好 然后呢 婚姻生活不回满吧 她常常有这一集啊 这是性生活还是婚姻生活 这个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啊 我婚姻生活不没满 可是我性生活没满 这样子啊 很矛盾 但是她都跟别人去生活啊 不要把国家秘密讲出来 没有 真的 婚姻生活不没满 应该是说在过程里面啊 我常常被压抑 我太太经常骂我跟骂儿子一样 所以你就是不美满 我认为不美满 可是 刚做事都有做 她没有问你性生活 她只问你婚姻生活 要讲出这个话 因为她之前每次在节目里都说 老婆对她多好多好 可是这句话好像仔细听听 她对我很好啊 但是你被压抑 骂我跟骂儿子一样 表示她对待我像儿子那么好 可是她也骂我像儿子一样 可是我不能够回嘴 回嘴她就大了 所以刘静耀第九题 你平常工作压力大吗 工作压力不大 但是家庭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婚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没有 可见婚姻生活会让你造成压力 压力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也是 这个压力很容易 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是 没错 这就我想安德解释得很好 所以因此我想这应该是总的 所以你婚姻生活美满吧 当然要说美满啊 当然要说美满啊 这个要测谎吧 但她应该算美满 所以这一是测谎题啦 她不是说 你说你跟你太太很少见到面 不是吗 没有啦 她的抱怨 但是你跟你先生 现在都把对方扯出来 对对对 我跟她每天都见面啊 你不是说她抱怨 没有 我是说 我跟我小狗相处的时间比她多 那你看这也是个问题啦 对啊 但是这个是直接问你 你婚姻生活美不美满 你认为的美满 我觉得美满 我没有婚姻 但生活很美满 那算了 所以美满最是打圈啦 对不起 圈 对 对吧 美满嘛 对 圈 我应该算圈嘛 你刚不是说有压力吗 不是啊 不然你给我0.5好了 好 0.5 0.5 那 OK OK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 好 我们算出这个成绩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最高分的是安宜6分 然后呢 再来就是肃清是3分 那俊耀2分 安德是2.5分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1到3分恭喜免疫力超强 免疫力超强 疾病上次很快快分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平常就偶尔想要感冒而已 对啊 那4到7分像安宜就在里面 你的年龄偏低 要调整生活方式 改变饮食习惯 对 其实我觉得我最严重的 其实就是三餐不定时 然后再来就是睡眠不定时 我有时候是晚上8点睡到 凌晨2点 3点 有的时候是凌晨4 5点睡到中午11 2点 就是完全睡眠 写东西写作嘛 有时候写稿 然后因为睡眠不正常嘛 所以饮食就跟着不正常 所以有的时候下午3点 8点来吃第一餐 晚上8点吃第二餐 我有时候会这样子 所以怪不得你免疫力不好 对很容易 所以这个还蛮准的 对啊 老师会不会帮我们总讲评一下 对就是说免疫力要好啊 它其实有很多面向 大家一直经常都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吞一颗什么药丸啊 或者吃了个什么健康食品 能够增强免疫力 我觉得那个都是舍本竹墨 如果说你不能够改变 你的生活习惯的话呢 你那个完全都是骗人的 那生活习惯其实最简单的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抽烟立刻戒掉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抽烟对免疫力 杀伤力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一直都在抽烟 然后你跟我讲 你要吃一颗药丸增加免疫力 那是笑话 那是非常大的笑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的这个睡觉时间要固定 就比如说晚上11点以前睡觉 隔天6点钟以前要起床 6点或7点要起床 你不能睡懒觉 因为睡懒觉我们发现是说呢 对免疫力也不好 你不要以为说我是晚上11点睡觉 隔天12点这样我睡12个小时 比人家还好 错 因为我发现最适当的睡觉时间 是7到9小时 就低于5小时的人 当然7到9小时是最好啦 你如果6 7小时还在这个边缘嘛 但你如果睡觉在5小时以下的 没力非常差 而且短命 那如果睡觉超过12小时的 也是非常差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两侧都是不行的 是假的睡太多 因为你可以你想想看我来解释 你睡太多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全身都觉得没有力气 根本没有精神 你想想看嘛 你正常人睡个6 7小时 你就睡不着了起来就活蹦乱跳了 如果说你整天病奄奄的 然后可以这样睡12个小时 那肯定身体有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睡到12小时 其实它也不是很舒服 越睡越不舒服 然后另外就一定要吃早餐 早餐是一必吃 而且我早餐要规定8点以前要吃完 对 8点以前要吃完早餐 这样才叫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真的还蛮 有点严苛 蛮简单的 但是还做得到 所以其实事实上 你这个能够做得到的话 你再来跟我谈免疫 你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呢 那你不要去奢望任何的东西 能够帮助你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们在这里要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要问观众朋友 我们讲这么多免疫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的免疫器官吗 我们全身上下哪个地方 到底什么是免疫器官 搞到时候呢 观众朋友想一想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我们刚刚在讲说 身体有哪些部分是负责免疫的吗 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免疫系统是吗 我想到大概就是 零八还有哪里 不是啊 我跟你讲啊 刚刚我一开始就讲说 你要提高免疫系统 我们刚刚有一个生活方式要做对嘛 是 我再多一个陷酒 陷酒精 就是你不能酒喝 不穿人不喝酒 那我再喝一根干 戒烟陷酒 陷酒 戒烟陷酒 睡眠充足 然后要吃早餐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很多系统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呢 跟这个作战打战是一样的 我们的部队是采取首饰 也就跟台海战事一样 台湾是采防御政策 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采防御政策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可能派出兵队 去外头打病毒 那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完全你从作战策略来看 整个身体是采取首饰的 是以防御政策为主的 如果以防御政策为主的话 你想想看 它一定是防御攻势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要防止人家攻进来 所以因此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其实是我们的城墙 那我们的城墙有分从两种不同的城墙 第一种城墙是城墙外头还加上钢板的 所以那种东西是完全都攻不进来 没有任何东西攻得进来的 那个加上钢板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皮肤 就是因为我们的外层这层皮肤 有一层蜡质在上面 这一层蜡质就是钢板 所以你只要皮肤完好的情况下 无任何东西攻得进来 没有任何东西攻得进来 所以你第一道的免疫防线 是你的城墙要保持所有皮肤的完好 如果皮肤有破损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你的城墙破了 这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细菌病毒可以攻进来 这就是第一道的免疫防线 但是我刚刚讲过城墙有两种 一种是有装钢板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皮肤 它是绝对攻不进来 除非破损 那第二道城墙是钢板拿掉了 钢板拿掉之后 它外层只有水泥 它没有钢板 所以这时候有些细菌会攻得进来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 所有的黏膜 包括鼻腔黏膜 口腔黏膜 肠胃道黏膜 肛门黏膜 跟眼睛黏膜 还有阴道黏膜 还有尿道黏膜 耳朵呢 耳朵因为里面有蜡还好 所以因此像这一类型的黏膜呢 是它没有蜡子在上面 所以因此它钢板是拿掉的 但钢板拿掉之后呢 这些病毒细菌就比较容易攻进去 是没有错 但是这时候呢 我们的防御工事做得非常好 它会在这个墙外头呢 放上泥巴 让你踩在上面不太能走 那就是什么 黏液 就是你的鼻的黏液啦 口腔黏液啦 胃黏液啦 还有你的阴道黏液 那些阴道黏液就像那个泥巴一样 就是你的细菌病毒踩上去就黏住了 它动不了 甚至我们这些黏液的更厉害 这些黏液里面呢 还有酵素 就是你被它抓住之后 它不能动了对不对 还会把它溶掉 就这个酵素会把那个细菌溶掉 所以我给你讲 所以非常漂亮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讲免疫系的药 所以因此呢 这道城墙虽然比较薄弱 因为它有特殊性 因为你的口腔黏膜跟肠胃道黏膜 它必须要分泌腺体出来 包括消化酵素啦 各种消化酵素出来要吸收东西 所以它必须对外要有交流 所以这时候必须把钢板拿掉 因为如果钢板放在上面都不能交流了 所以要把钢板拿掉 可是为了要让这个钢板拿掉之后的 这个免疫力增加呢 它就会有一些黏液在那个地方 所以绝对不能够随便清洗粘液 所以有些女性同胞 她没事就洗阴道啊 那个每一系统会完全下降 因为它其实是整个保护你的 那个阴道不受细菌攻击的 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老师那有差几块 那我们常常挖鼻孔啊 那也不行 你讲得太好了 你看我都还没讲到那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没事去洗肠子 你不疯了吗 你每次洗肠子是不是把那个黏膜 把那个黏膜全部洗掉对不对 那你黏膜全部洗掉之后呢 是你把外头我部的防御公司那些泥巴都洗干净 那你让敌人来攻啊 你就让敌人来攻而已嘛 你不是很笨吗 所以那些黏膜不能洗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分泌出来的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酵素 它还可以把细菌溶掉 你怎么能洗掉呢 所以大肠两反处就病过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你说抠鼻孔 我这个鼻黏膜本来非常好的 结果你一抠 抠破了 那不是你不是把城墙抠个洞 让细菌进来吗 那我们也不能让鼻孔封住啊 不是 他现在是这样 如果你轻轻地弄是没关系 但是你要晓得 其实那个鼻黏膜多重要 鼻黏膜也是免疫系统之一 你看听我讲 你们的脑袋 血脂网防御 对你讲得好 因为你们脑袋一直在想 梅音系统就是白血球 你错了 我出动部队去打击的时候 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我敌人根本攻不进来嘛 我前面有铁丝网 有泥巴 有城墙 你根本进不来 你真的要进到肉搏站 就是你已经打破我的城墙 进到我的里面 我要跟你肉搏的时候 才会有白血球 那白血球才出现嘛 所以你的梅音系统 不能够在那种情况下防守嘛 防御公司哪有这样打的 白血球已经是禁卫军 已经最后一个防御 没有 其实还不到 还不到 还不到 给我们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全身各地 大概有在粘胞 其实事实上你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免疫器官 其实我的广义的免疫器官 包含鼻毛 包含鼻黏膜 包含皮肤 包含分泌的那些粘液 通通都算免疫系统 但是你说要像教科书上讲的 这个免疫系统呢 当然它也没有什么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兵工厂 我们的部队可以分成不同的部队 我们有第一线部队 第二线部队 第一线部队就是你所熟知的 在血液当中运行的 所谓的聚氏细胞 或者叫吞氏细胞 然后第二线部队就是淋巴细胞 那不论是第一线的聚氏细胞 或第二线的淋巴细胞 统称为白雪球 所以白雪球的定义就是国军部队 而国军部队又分为陆军空军海军 所以因此白雪球是所有的免疫部队 但白雪球下面分聚氏细胞淋巴细胞 或者四中性球四减性球等等的 所有的部队都叫白雪球 所以白雪球是一群东西 是所有的部队 包括工兵炮兵步兵都在里面 所以因此不管 部队在这里 但吞氏细胞 T细胞 B细胞 对不对是不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 刚刚老师讲的 对对对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在骨髓里面的叫冰工厂 冰工厂是造所有部队的地方 但是冰工厂造出来的时候 如果以第一线部队来讲 如果是聚氏细胞来讲 在骨髓造出来之后 经过皮障就送到雪衣里面去运动了 就是去巡逻了 所以我通常讲这个聚氏细胞 就有点像警察 就是他受完训之后 他就直接派驻到派资所 然后去巡逻 但是如果你血液循环不好 没有去巡逻到的 让肖小去埋伏的 那就是你要加强运动 要让血液循环好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它是循环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有一小部分的部队 在冰工厂造好之后 要去受训 要送到三军军官去 那个学校去训练 那三军军官的学校 是在哪里 在凶县 就是在sinus在这个位置 这个凶县是我们的 将官训练中心 所以因此在这边受训的细胞 第一线的警察跟巨逝细胞 就直接到血液去巡逻了 那如果送到凶县来的话 都是最优秀的部队 精英部队 那这个精英部队 到了凶县受训之后 会熟成之后 他就变成将军 就是变成少将中将上将 那这叫T细胞 那T细胞因为是将军 他平常并不负责巡逻 所以因此在凶县熟成之后 就送到08节去驻守 所以08节是我们的行营 是我们的军队的集中地 也就是像我们的六军团 七军团八军团一样 就说像台北的台北是六军团 我不知道的 然后南部是十军团 所以他像台北的关渡师 或者高雄九曲堂的重兵部队 就是所谓的08节 所以因此将军永远守在08节里面 等候部队的告诉 所以因此在整体来讲 他的整个 那另外你这样看看 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联谋 我们知道联谋是必须对外交通的 我们已经拿掉钢板了 虽然我们布了非常多的公司 在前面有一些粘液 酵素等等的 但是我们还是怕它会冲进来 因为你的这个粘膜细胞 有时候会破损 包括你拉肚子的时候 长粘膜会破损 包括你嘴巴被烫伤的时候会破损 包括你抠鼻子会破损 所以在这些部队 我们早就知道很可能会被攻进来 所以因此重兵就压在粘膜下 所以因此我在粘膜下沉 有一个很大的部队在那个地方 就叫做巨式细胞部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重兵都送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这些都是重兵部防的位置 你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重兵部防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重兵部防 所以我的部队永远是压在 所谓的海关的地方或者城门口 我不可能去压在什么东海岸线峭壁上 没有用嘛 什么脚底啊 指尖啊 那不会 不是 那只要有皮肤的后头呢 它都不会有重兵 只有在粘膜下沉才放重兵 因为粘膜下沉是有交通的 虽然我送了非常多的公事 但是我永远等在那里 就好像那个罗马部队 那个铁枪部队 就躲在那个联盟后头 然后你只要胆敢进来 我就地就歼灭 所以它非常强的一个防御系统 那如果以皮肤来讲 我刚刚讲过皮肤因为有 铜墙铁壁在 所以后头并没有非常多的部队 它只是在巡逻 但是如果一旦出事 它就会放狼烟 就是如果我这边 只要一旦破损的时候呢 我的巡逻部队一发现 它就会放狼烟 一放狼烟 我大部分的免疫系统 就往那个地方集结 这就是用联络的 它就会过去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突然哪里的淋巴 肿起来的时候 那在增兵 那在增兵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受损 这个地方一定增兵 那这个地方的增兵 是由这边的将官发现的 所以由他们那边先死了部队 由部队放出 因为我们的细胞很有趣 就白血球死掉会破掉 破掉之后呢 里面的肠子肚子会流出来 这些肠子肚子流出来 只要顺着血液过来 被别的白血球闻到这个血腥味 立刻就会进到行营去通知将军 将军立刻会拍桌子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开始增兵 然后就把部队往那个地方送 非常漂亮的一个系统 感谢收看 可是你讲完的时候 他讲完的时候 我们全身的白血球 都有备战 学生还是有问题 不是 这感谢收看八百壮士十舍四航倉库 感觉好像MIB那个 那是外星人作战的时候 那一番演讲有没有 对 我现在有唱过 我现在才刚开始讲而已 我讲每一系统可以讲两三个小时 下面听得非常高兴 好 可是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军队需要粮草对不对 对 军队需要补给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我们吃什么东西 就可以补给我们的军队了 所以事实上 吃东西真的可以增强免疫力了 那当然我先讲 你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因为这些所有的淋巴球 包括巨氏细胞呢 它是骨髓产生的 当它产生的时候 它需要非常多的蛋白质 因为它其实就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所以当一个人 莫名其妙在减肥的时候 我就很气这种人 它莫名其妙在减肥的时候呢 它就是完全不吃东西的时候 它蛋白质来源完全停掉 那蛋白质完全停掉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的身体会怎么做呢 它会把蛋白质送给脑袋去维生 因为脑袋如果死人就死了 所以它会蛋白质送给脑袋 蛋白质送给心脏 蛋白质送给肺脏 所以这时候免疫球体就不造了 军队不造了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国家 人民都吃不饱了 你还会把钱拿去给部队吗 没有部队没有钱了嘛 所以因此当一个人减肥过度以后 它的蛋白质缺乏的时候 它的蛋白质全部送到心脏 全部伸到脑袋去了 去活命 所以整个免疫系统的部队 是完全下降的 包括没枪 没子弹 没部队 没将军 你打个头啊 随便一部毒进来 它就受降 可是减肥还是要适度来 不能太胖 太胖的话军队也会太胖 它无法复合 所以说不能够不当的减肥 它要全面的全面的都要降一点 但是蛋白质依然要提供 所以我们遇到免疫力 突然间下降了很多的 就是不当的减肥 太精彩了 但是我们这里要进一段广告 让大家喘息一下 对不对 顺便是喝口水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再来听老师讲 怎么样增强免疫力好不好 好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5G健康同学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变形金刚第四集 台湾面部队 对 要出来了 免疫部队出来 我想在我老师之前 跟官方朋友来讲一下 这个免疫它是分为 这样子一个功能 第一个它是免疫防御 它是防御的部分 防御的功能 对 第二个功能是免疫监视 它对于这个不正常的细胞 早期监视 然后把它摧毁 可以预防肿瘤 第三个就是免疫自稳 它可能就是说 内部的自控调节基础 这张很重要 这张很重要 你看 你看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就没有免疫攻击 我们这个系统本来就是做防御 就是您刚刚讲的 所以它是防止外面的东西 不管是我们的 上次我们在5G同学会讲过 不管防病毒 防细菌 防维生物 防霉菌 就这四个 你防止它进来就是免疫防御 什么叫免疫监视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人 比如说民兵 就是我们是部队 我们大家是部队 我们要监视民众有没有叛乱 就我们一般的细胞 对 一般的细胞 那一般的细胞叛乱就叫癌细胞 癌细胞本来就叫反叛的细胞 所以一般的细胞本来不是部队的 搞了半天它在我后面出事 所以因此我要监控 这些人不能叛变 就是要抓匪碟就对了 匪碟要抓出来就对了 所以因此它的免疫监视 就是监视这些匪碟不能出现 癌细胞不能出现 那什么叫免疫自稳呢 就是政战系统 就政战系统呢 政战系统不能够让军队叛变 如果军队叛变了打自己的人那就糟了 哪有人军队拿着枪 然后去打人民的 你是说白血球打白血球吗 不是 白血球打人民 打细胞 那这种就叫做自体免疫疾病 老师你讲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是不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我们免疫系统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大军 但是如果失调以后问题就很大 比如说免疫力会下降 还有单一免疫系统功能太强 或者是自体免疫疾病 老师刚刚讲说白血球打细胞的 会不会是单一免疫系统功能太强 不是 你刚刚打自己细胞的是自体免疫疾病 因为你的部队 照道理我的部队应该是要听我的命令说 这个是坏人你帮我打 这个是我们自己人不能打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你听我讲一般的情况下 第一线的警察寻诺这个吞噬细胞 他很厉害他是可以分辨敌我 就是说你是外面来的还是自己的 如果是自己的他不敢去吞他 那因为很好玩的是 反叛的细胞外面看起来像自己的 就像说安德他外面看起来是人 但是里面已经变成 里面是外星人 里面已经外星人了 那这种称之为反叛细胞 因为癌细胞外头看起来还是很类似我们 那这时候吞噬细胞不敢去吞他 因为他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 所以他被教育 他原来就被教育 当时他在骨髓照出来就被教育说 看到自己人不能打 那可是如果你看到自己人都会打的话 这就乱套了 所以因此这种叫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刚刚我不讲说有一个免疫智文吗 就我们的阵战部队业会每天开阵战的 那个上课的学分 教你们说什么是自己人 什么是敌人都要教你们 但是如果没教好的话呢 才会产生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像僵直性脊椎炎 红斑性狼腔 这个就是攻击自己器官的免疫疾病 这通通都是 报告教授我想到是不是这些人 就是那个敌我识别器坏掉 对 敌我识别器坏掉 那像一个子班症呢 子班症是不是 子班症是血小板那个凝集功能不全 然后再来就是单一免疫系统太强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今天来了一个灰尘 对不对 那这个灰尘其实从头到尾 也不是什么病毒 也不是戏剧 也不是寄生虫 他就拿个机关枪去 然后他就拿个机关枪乱打 这个部队也太鸟了吧 就好像说我在巡逻 听到狗来 他也能打死一堆狗 猫来也打死一堆狗 这些都没有什么 乱打 所以这种就是 各过敏 过敏就是 你太敏感了啦 拜托你好不好 子弹不要乱打 所以我们的过敏就是 单一的功能协调 是不是 就是等于就是 他本身反应太强烈了 就是他反应太强烈 但其实不需要这样反应 那像我假设 我又很容易感冒 又很容易过敏 那这样不是两相矛盾吗 就免疫系统太弱 那免疫系统太强 没有 你错啦 你想想看 我是一个部队的 我是一个兵的 我非常的沉稳干练 我能够很迅速地判断 这个到底是敌人 还是不是敌人 而且我可以判断 这只是风吹草动 不用紧张 这种部队才叫强啊 那种部队说 看到风吹也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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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但是强不是这样解释法 强是我这个很沉稳 拿一支刀在这边 然后我一出手就能打到敌人 哪有人家说看到敌人 就好紧张 枪还会掉的 那叫强 那拜托 但是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 用我的例子来讲说 到底怎么样可以提升免疫力 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啊 真的是俗称的那种败家女 你知道吗 虽然我现在也败家 但败家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我小时候我妈都说 你这真的是生来败家的 因为我非常会生病 就很小时候 然后每次标准的作业流程 是我爸一领薪水 我就会开始生病 那一直感冒不好 等下薪水花完就不要而喻 就好了 然后那时候想说 这个来败家真的不行 所以我妈他们就弄了很多调养 比如那个时候可能有中药 或什么就开始调养 调养到我现在 是不是因为调养过度 我现在就变成过敏 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塵满 我打扫灰 打扫的时候 我一定要戴口罩 不然我又痛哭流涕 然后一直打喷嚏 打喷嚏蛋我快昏倒 然后出去 像今天坐計程車坐进去 就开始一直打喷嚏 然后他的計程車自己说 我冷气太强嘛 就完全不是 就小时候明明就是一个病弱的要命 是不是补过度 我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啦 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必须要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们有一个免疫自稳的能力 它非常稳定的时候 它又很冷静的时候 这兵是受过训练的 但是你有没有记得 我们当时当兵的时候 新兵来的时候 就很紧张 就是根本 那个老兵就说 这个没事不用紧张 那个没事 他还会判断 可是新兵就是很紧张 有时候紧张到 有的去跑去自杀 对 这样就给误杀了 所以我误杀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就是说 应该是属于 跟体质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已经 没有办法去调控它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 就是爸爸有过敏 妈妈没有 生下的小孩是四分之一会过敏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都过敏 生下的小孩是二分之一会过敏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显然跟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像我们常常对 大部分的人对塵蚊什么会过敏 那是不是表示 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个军队打不过这个塵蚊 不是 他就是觉得塵蚊就是坏人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他以为塵蚊是坏人 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在我们家看到蟑螂 我不紧张 可是我太太看到蟑螂 就会跳起来 所以一样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看到塵蚊就会跳起来 我看到塵蚊说 啊 卖菜 没什么鸟事 就这样 那这因为体质的关系 他就流鼻涕感冒 那这样子能够改变我们的体质吗 能够这样子如果说太过敏了 通常体质的改变是比较困难 但是也不是没有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 就是说他年纪长大了 免疫系统好了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从小慢慢的会培养 培养培养这些军队 老兵越来越多嘛 因为年纪轻刚出生的时候 免疫系统刚培养嘛 因为老妈生我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我是借我老妈的部队在撑嘛 就我借我妈妈的免疫系统嘛 但是我生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建立我自己的 我的军队嘛 那我的军队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还不完整嘛 所以呢就是有点弱 可是等到我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的军队就强了 老师讲得真好 我终于懂了 因为我小朋友他每天都要吃一颗过敏药 因为他就会一直打喷嚏 然后又有蛋白质过敏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等他大一点就会好 原来就是这样子 有的小朋友是在都市会过敏 然后带到乡下 换了一个环境 他就比较好 那个理由是因为是就是说 过敏源的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小朋友本来就对这个过敏 但是我到了一个没有过敏源的环境 当然不过敏 就是我带 你帮我带到一个没有沉蔓的地方 我就不过敏 但是我跟刚刚的朋友讲 刚刚那个是老兵越来越多 所以他越懂了 不紧张了 不太一样 另外就是环境的问题 比方说了 我们家以前没有养猫 那养了猫之后呢 我也没有过敏 可是呢 这个猫呢 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了 我就开始过敏了 开始对于猫毛就过敏 另外我一个朋友 他是做面包的师傅 他去做面包的时候也没有过敏 可是呢做了五六年之后呢 对面粉就过敏了 是不是因为 会啊会这样子 会不会可能 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你不是说年纪大 免疫会不会上场 不是不是不是 我来解释一下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 本来就对他过敏 但是对他过敏的时候呢 他第一次刺激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才意识到说 这个东西我是很讨厌的 那所以 因为第一次我全然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碰到我的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过来 但是第二次再过来 我就冒得很快了 所以他要逐渐被他刺激才会上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注射疫苗 要打两剂打三剂的原因 第一次一打的时候 他跳起来没有跳那么高 因为他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等到第二剂再打进来的时候 跳得更高 等到第三剂再打的时候 再跳得非常的高 所以他的免疫系统 是可以被激发的 就是我原来就对他过敏 但是我一开始 搞不清楚他是谁 所以必须慢慢地刺激我 所以你就讲 那个面粉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次就跳上 第二次第三次就不得了了 像B型刚刚也要打三次 对 他就是他会跳上去 他会跳 好 我们也很关心就是说 免疫力好像跟年纪也有相关 对不对 年纪越大你的免疫力 会逐渐的消退吗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怎么样 来保养我们自己 就是说他这个免疫力变差的原因 是什么 老师要不要看看 过多的糖类跟甜食 我刚刚 你要免疫力变差 我再多讲一句话 刚刚讲这个将官训练班在凶陷 那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这将官训练班的重量大概只有10公克 可是等到他大概到青春期的时候 大概就到40公克 所以就表示他的将官受训 毕业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将官学校在扩大 扩大招生当中 所以因此他派出去的将官就非常的多 所以因此这个国防武力是非常的发达 可是在青春期40公克以后 到了年老 越来越小 甚至重量就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了 所以将官班已经关门了 再也不培养将官班 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凶陷就萎缩了 整个都萎缩掉了 怪不得 所以你就没有将官持续培养 就只有一些老官了 那我们刚刚讲这些例子 其实都跟我们刚刚讲的差不多 老师讲就是要 刚刚说怎么样好 要睡得好 要动作 这些东西不能够抵抗上天的安排 你是说年纪大了 就老化 也就是说秦始皇从3000多年前追求老化 到今天我们不能克服 如果你今天能够克服 你今天就得诺德奖 可是我们可以延缓老化 延缓老化就是说 就是另外一堂课 我们有空在做 但是你不能够对抗这种自然原因之外 你配合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在水平线上做 就是说正常人是这种水平 你如果做这个事 你就是这种水平 如果你不到这个做 你就是这种水平 只是你是在曲线之下而已 并不表示你曲线不会往下 一定会往下 在这里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军队也讲完了 对 免疫变差的也差不多 你要讲粮草 对 接下来我们要粮草 我刚刚这里已经有被我吃掉半碗了 我这个是不是粮草 大蒜 听说大蒜可以提高免疫力 我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 还有这个 南柯子 还有这个 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到底哪些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是 广告回来就是刚刚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对 现在要教大家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对 我们来听听看同学小报告 是 好 今天报告的 我们请这个俊耀帮我们报告一下 好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口诀就是 精柔则康 在于这个柔字 所以说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子斑症那个 就一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全身就长了那些东西 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都先看看我身上有没有找到 好 最忌惠什么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突然间睡的时候突然间起来 不要那么猛 最容易中风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先赖床三分钟 三分钟做什么呢 我抬在床上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了 开始捏自己的耳朵 耳朵喔 为什么捏耳朵 耳朵很多的穴道 就对应到我们身体很多的 刚刚讲的免疫的军团 都对应到 然后你就这样捏 反正10到15下 你知道捏 然后捏耳朵整个这样搓 搓 搓热 甚至拉耳垂 就这样 三分钟 耳朵操这样子 对 耳朵操 这叫耳朵操 然后呢 这边有耳朵 外面这边有一个凹的地方 你就按这个穴道 这样子 这样压 三分钟之后 整个差不多做完了这个 然后呢 我就会用手指头梳头 那也是重复有很多穴道了 对 很多穴道 因为我真的很怕中风啊这样 好 梳完之后呢 再起来 做第二件事情 起来 做第二件事情 我刚刚走到前面 这时候 要精柔则康的柔 你要怎么做 我呢 我就走到浴室 你知道吧 浴室之后呢 我先会冲一些热水澡 先冲 因为那个时候还迷迷糊糊了 冲 然后呢 开冷水 我就洗冷水澡 早上一定要 我一定要洗冷水澡 先热再冷 然后全身就清醒了 清醒之后呢 我就在浴室里面 我会做一个动作 就这样开始拍 拍打工啦 所以现在有人在讲说 全身拍 全身拍 拍到全身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像这个浴室 那个浴缸 我就做一个柔软槽 拉筋 就拉筋 做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这是从我的猫学到的 你看猫喔 它身体 这个 只要说九命怪猫就这样 它自己都很能够自己调节 它们有一个动作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是从它们学过来 然后就这样 哈 哈 这样 真的很有笑 那你太太进来不吓一跳 没有没有 这是我太太教我的啊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从猫身上的 因为整天跟它生活 我发现猫很健康 就是因为它们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要不要再做一次 哈 雅琪 我不要 坐下 坐下 好可怕喔 很像恐怖电影里面的那种 人突然变形的感觉 真的喔 我真的晚上都十点就睡觉 早上六点多就起床 所以你觉得你好 耳朵弓 然后拍打身体 然后哈哈哈哈 对 觉得身体有好一些 好很多 老师这样很热洗澡不会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们早上做擦擦 不要做 心脏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说本身有心脏疾病的人 就要小心 那就是又不要太刺激 但因为它撞得跟牛一样了 所以不要没关系 我呢是有两段 因为我太太说我是猪头 可是我是猪头 可是我身体抓壮的跟牛一样 像雷俊耀的真的应该可以吃起来 因为基本上其实就是活络筋骨 耳朵啊 像这样子按一按 本来就应该要动一动 动一动 那吃的部分呢 吃的部分 我可以先讲一下吗 吃的部分 我刚刚做完那些动作之后 回到 继续吃 就要吃了 就吃燕麦 所以要吃一大杯 温开水之后就吃燕麦 各种颜色蔬菜老师都讲过了嘛 大蒜 优肉乳 补充维他命 不要滥用抗生素 少吃甜食 对 像比如说你看这个杂粮面包 应该可以增强你 我就想节目完了 我就想把它拿来这个 好 那这大蒜送给外星人 老师讲一下 大蒜真的会提高免疫力吗 而且要怎么吃法 它大蒜 因为它大蒜有很臭的味道 是叫做硫化物 那这个硫化物它很特别 它有一些杀菌的功效 所以其实它的功能在哪里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是 基本上很多的细菌病原菌 都会透过这个食道 进到肠胃道来 所以如果你有非常多的敌人 在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免疫系统 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它们 但是如果你吃大蒜进来的时候 大蒜这些硫化物 可以在肠道里面消灭很多细菌 就是说等于是在我的城墙外 就帮我先歼灭一半部队了 所以我的免疫系统 就比较轻松一点 它是这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呢 大蒜里面有一些很辛的 很辛辣的东西呢 它可以促进血流 所以我们的血液循环 所以你每次吃完大蒜 会流汗 血液循环会很好 所以因此它促进血流 也会增加你的防御系统 所以它的增加免疫力 是这个两个 那辣椒没有这个功效 辣椒有啊 输尽爱喝的那个发泡C钉 像我的最常用的秘诀就是这个 因为很多人都想说 感冒的时候喝维他命C也很有效 可是我发现感冒的时候喝 已经没有效了 重点是什么 你开始觉得自己 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感冒前兆 比如说你开始觉得体温 有一点身高 一点点不是很高 然后你可能喉咙 开始有点怪怪的感觉 鼻子怪怪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效 这个时候我的习惯就是用一杯 然后我会丢那个发泡 维他命C发泡菌 甚至丢到一天可能会喝到三颗 就很高剂量 可是我只有一天 因为我就只有那一个情况 我用高剂量的维他命C 我发现通常有办法 可能不知道是心理感觉还是这样 就算后来它真的有发作出来 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严重 或者它后来就没有变成真正的感冒 所以老师像安怡 你说吃综合维他命 我也是 我会吃点B群或是综合维他命 那这些也会补充 也会增强免疫力 它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维生素 只要够的话 你再多就没有什么帮忙 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平常吃的不够 那你补充就有很大的帮忙 或者是当你有生病的时候 你消耗的多 然后你需要它也可以 那维他命C有点类似像防护罩的东西 因为维生素C是可以抵挡那个病毒 或细菌打来的子弹 但它挡着子弹的能力没那么强 所以它一打就掉 一打就掉 所以你若有一点保护罩还不错 就是你的伏特狗在后面 先打掉维生素C